不然我們家有錢要圍過來 當然不要抓去 漁民拿著手上的罰單 越說越氣憤 由於最近以許多武器浴港內的漁民 都接到這張143海裡內捕魚的 6萬塊罰單 甚至還有人半個月就收到兩張 漁民就質疑海巡人員 並沒有直接證據顯示違法 就胡亂開單 讓他們相當不滿 我的雷達顯示是3.5海裡 結果他起來 他說那邊的雷達是3.2海裡 不管3.2、3.5 事實上都已經在山海裡外了 對啊 直接開單 也沒什麼違法時間 也沒什麼違法地點 這樣我們才算違法 你要證明我台西洋 你也要找到他上岸吧 這頓兩張嘛 有這頓一張 開去那邊喔 一十張也有啊 對啊 問的總是 他都開開了叫沒申訴啊 滾到也有申訴啊 如果說在山海裡裡面 在脫網的時候 被他抓到的時候 那個 人心甘情願啦 要是這個單族開這樣 就不符合邏輯啊 我們 我們不符啦 漁民表示 根據當時漁船招攬查的位置顯示 是位在山海裡外的合法作業區 但是海巡人員 只有依據船上的漁獲 以及航跡雷達圖就開單 並沒有相關的直接證據 可以顯示漁民違法 根本就是老名 我們的海巡署 應該將來是要有明確的試證 不是說光看到黑影子就開槍 看到漁獲就因為我們在山海裡裡面在抓魚 我相信說 這有明確的試證 當然我們贊成要依法行政 不過沒有明確的試證 我們不會造成漁民的困擾 近岸一海裡左右的水域 作業的一個狀況 我們一般漁船的作業行數 大概都在三到五海裡之間 那會很持續很平穩的 這一個在海上的拖曰的一個作業 那我們在研判它的航機的一個狀況 依據這個傳輸來看 已經收網完畢往外逃逸 登檢之後確實是有新鮮漁獲 可以證明它是確實在近岸有拖曰 拖曰作業的一個狀況 對此海巡署表示 由於山海裡內屬於保護區 漁獲也大多是蝦蟹貝類等底漆動物 而且根據航機圖的位置和漁船時數 都可當作是否有進行捕撈作業的依據 如果漁民有疑慮 可以通過申訴管道保障自己的權益 記者陳柏翰台中採訪報導